這次我們因爲強迷的問題就變成Zoom 我們來講一下今天主題 就是傳統古典陳氏太極權的修裂方法 我們平行邀請了兩個師傅 提中的主角就是方幫助師傅 是 第部長 方師傅是方元太極權 方元太極羅家權會會長 除了會長之外 方師傅也是陳氏太極權第十二代傳人 也都是伯秘派第七代傳承人 也都是香港沒有很多太極權傳說由 方師傅都學到很多武藝 方師傅也是一個駐產中醫師 所以他將這個太極醫學是互相融會貫通的 方師傅最厲害就是現在 在2023年為我得十大拆的公文人物 當然我們都很感謝今天 嚴少強師傅 嚴少強師傅是會統中國傳學會主席 也不過他很感謝他今天 正是終於一個場地 在講座開始之前 我們有請醫院我們也 東陸香港武術聯會副部長 七億劍周為我們自己的歡迎 師傅 好啊 首先我想代表我們中國香港武術聯會 歡迎大家來參加今晚這個講座 也要多謝方師傅 抽時間來幫我們分享 今晚很開心請到方師傅上來 我猜大家都知道太極是中國武術的最大的門派 太極裡面就 塵式太極也是很流行的 全世界我猜太極都有幾百萬人練的 那我現在不阻礙大家的時間 就先交給方師傅幫我們分享 那講座那時就請大家關了個麥克風 講完呢大家就希望多些問題 問一下方師傅趁這個機會 那希望今晚大家 我們都一起學到一些東西 好 交給方師傅 好的 多謝青護長 我們學會很榮幸 一個香港武術聯會的邀請 來講這個 傳統層次太極短的一個專題 那今晚我們的主題呢 都會講回 層次太極短的 傳統層次太極短的 怎麼修練方法 怎麼會導出弄規矩 無傷到你的身體 怎麼會養生的 那在我旁邊呢 他的研究長師傅呢 也都是我們 這支水的志興太極短的 那就是 都是陳思太極短的 做了一個師傅 我們有兩個師傅的 我們這個古典格 也叫做功夫格 都是由陳百科 在北京傳承 然後到他的兒子 叫陳趙輝 陳趙輝傳給我的師傅 就是雲崇祺師傅 我們都是雲崇祺師傅的地址 給他香港傳承 那後期呢 我們都會再拜陳小黃師傅的 都是志興太極短的 所以我們呢 會有兩種的陳思太極短的 那種傳承 一個呢 就是北京陳思太極短的 古典格 或者叫功夫格 另外一個就是陳家溝 那個陳思太極短的古典格 那兩種都有不同的連發 傳統的連發呢 就比較保持他的秘密啊 養生啊 比較積極一點的 這樣的 那陳家偷也都是有秘密的 那很多時候 現在的練習呢 大部分呢 都比較追向我們是養生的 那不同的年紀都可以連到 這樣的 那年陳思太極短呢 現在很大的門擠呢 就說很容易 那些人練得不好呢 就會練到傷了那個膝蓋 這樣的 就是最大的傷膝蓋 那個膝蓋的 因為我做醫學 在做陳家溝的傷的時候 很多這些病人呢 就練太極短了很多 就練得不懂 那個動作呢 那個動作呢 就是被傷了 那我們知道它怎樣的連發 那以傳統的連發呢 基本上呢 是不會有這些問題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們的瓶架呢 這個北京的瓶架呢 這個瓶架呢 主要有包含呢 就有一路 83式 還有二路炮材 71式 那它的特點呢 那就是比較那個 那個 前肆進去比較明顯一點的 那也是以 彭尼齋瓶架的手法 以走扣為 手法為庫的 那本來呢 一路呢 比較多 那個油 那北京的動作 比較少 為庫 那呢 但是 都在當中呢 我們講求呢 就是 那個 那個 外圓呢 就要柔和 輕鬆 舒子 要達到那個 一動無有不動 那樣的 一定 拜相隨 上下相隨 光而相身 光柔敬重 那 處處都要保 那個 運用那個 六時勁 那螺旋 才可以達到 以身 領手 直接貫存 那 再經過 空腰混化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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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會彭身 的 鬆弱 這個 陳詩泰拳的一個特點來的 來的 停落 閃節 那 那是一種的 比較特別的 就是 連那個 泰拳拳的 一種的 手法 那當然 無論你哪個泰拳拳 你都一定要保持 那個 可以來領敬 要忠正 那個身要忠正 可以 斜身 那這個呢 就是你保持 要連那個泰拳拳的 一個 好的方法 那你的重心就沒有傾斜 那 就 減少 他的受傷 那在二路 泰拳呢 他會採用 他以 改列 倒扣的 手法 定用為主的 那 以彭尼 呆旺 那些手法 就是為主的 那 那動作呢 就是以法徑為主 那 油法 就為主 那 都是乾油 定重的 但是 他會發現多些 所以叫做 炮槽 那意思 那 會有 協約 比較多些 那 這個一會兒 我們就會示範 全盾太極拳的 練法 和 示範 那個動作 那 最初呢 我們就會示範 那個 最要練好的 陳氏太極拳 我們一定要練好 他的馬步 馬步 應該怎麼去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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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那 一會兒我們會不同的示範 那 首先 我們會示範一個馬步的行法 首先 由我們的 那個 副會長的徒弟 劉振武來示範 說 我就去 給大家看一下 向前 向前 你走一步 那個 怎麼 基本的 怎麼練習 馬 那個 走馬 走馬步 那個 走馬步 這個呢 就慢慢 走出去 那 一般呢 就可以用 叉住 腰 怎麼下跨 到位 然後再上步 怎麼轉 那個角度 要很清晰的 那就不可以 一下 就跨步出的 就要慘步 這個是陳氏太極拳的 一個 一個特色 你趁後一點的頸 那 怎麼叫跨步的行法呢 就不可以叫做 一下到位 譬如說跨步 是的 那 那個力呢 就是叫跨步了 很快就倒了 膝蓋 就比較受傷的 那 正確呢 就應該坐 慢慢鬆 在右腳 慢慢用左腳提起 用腳肘 下跨 下跨 然後才慢慢鏟出 而且 它可以收回來 重心在右腳 上下不變的 那 那 這個就是一個正確的 一個馬步的速度 的方法 陳氏太極拳的 一個特色 這樣的 這個就是連接的 所以 你的腿功呢 會很有力的 就不可以 應用跨步 還有呢 也不可以有 在膝蓋 左右搖的動作 就是說 比如說 出了去搖 這個膝蓋 就不可以這樣的 不可以 暫時有跪失 一會兒 我們還會再示範 有些人 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 這個呢 還有一個 我們基本功的 就是畫篇 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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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開馬 左右開馬 這個是左右開馬 一個呢 就是畫篇 圈的動作 這個是基本的 我們 一個 左右 圈 上下 左右 這個基本的動作 是要連得很好的 那 才要 推實 左右推實 還有是 弧形的 不是 直來直往的 就是身體不是 左右開馬 身體 保持 就是 左右靈的 這樣呢 才叫做 立體 我們的護形 是 十七八戒戀的 一個特典 一個 一個正兵 一個反兵 一個正前師 一個反前師 這樣 這個是單手 也可以叫做雙手 雙手前師 並呢 就好像雲手一樣 就是平時我們打的雲手 雙手前師 左右 那 這個就是 一邊的前師 那我們就 雲手的前師 又不同了 雲手前師呢 就是 剛才左右 左右 是啦 上下 左右都有 慢一點 少少給大家看清楚 一定要到位 才慢慢襯下去 慢慢移動身 下跨 轉跨 上下 下 然後再下 下 順跨 這樣 虛實要分離 這就是 一個陳式太極轉的 一個特典 虛實 如果 所有太極 如果虛實不分離 你便會很容易 相失陶波 而且失陶波 不能有跪 失陸道 有象出現 不可以搖 要定 那 中正 這個就是所有太極拳 都要求 特別我們陳式太極拳 是更加要求 比較明顯一些的 慘步 用慘步 上下 左右 都是用慘步 但是 你打的時候 或者練表演的時候 可以快些 但是練習呢 就一定要慢 一步一步 彈出去 這樣的 那 這個是練習 所以表演 和練習是兩回事 所以練習呢 你不練到有功呢 你就打不到 你就容易傷膝蓋 這個就是對身體 才是有益的 如果你練得不好 你不如不運動 所以很多人 他做了運動 然後看醫生 那如果說 做什麼 他練了看影片 然後膝蓋動 變成了你又不練 又說沒有運動 練了就像膝蓋動 那你不練 你練得錯 你不如反而不要練 更好 做那些膝蓋動 是吧 所以一定要正確的練習方法 我們有 嚴師傅有沒有話說 先說兩句 接著我們就說 如果我們練太極條 起碼要知道 第一 重心的轉移 在腳跨的移動之中 例如說 我們 下次是慢慢移動的時候 你要感受一下自己 身體裡面的移動 那個重心慢慢偏背 慢慢轉動 你感覺到一下子 一下子 一下子就慘了 你慢慢轉動得快 慢慢轉動 游慢 慢慢感受一下 重心轉移 腰跨轉移 那你才慢慢可以做到 做到到位 那就是太極拳那個 精髓呢 不是叫你 勉強 試過去 是你身體裡面感受 自己所做 重心轉移 剛入轉移 這樣大致上 就是我們練太極拳的 很多時候都是 就是過游 過剛 是不是 那我們要慢慢感受一下自己 幾時剛幾時游 就是那個 身體的血調度 那很多 團長都是 令到 自己的血調度加強了 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太極拳慢下來 慢慢感受一下 那個 身體的轉移位 和重心轉移位 對 沒錯 我講得非常好 所以打太拳一定是要慢 作學一定要慢 慢了你才能感受身體 和那個 你心靜下來去感受你自己的 鬆了那個 鬆了那個關節 直接就可以共存 心靜下來 慢慢去感受 感悶 就不可以急 因為我們的年團 不是為了表演 快去看 我們的年團的目的是健康 最大的目的是健康 當然在古時的時候 以前的年團的目的是 那個是忌激的 補身補命的 這樣 現在事實上完了 那我們就一定要健康 但是健康呢 我們要傳統的聯發 要傳統的聯發 這樣才能得到健康 好了 那接著呢 我們就會有一個示範 那又 就能一會兒去幫我們示範 一個傳統 陳飾太多片的 我們的古典架 功夫架的 一個 一至十五式的那種聯發 我們一會兒去搬個桌 等等 到時候呢 你可以播一下你那個音樂 鼓鼓那個音樂 師傅 去放音樂 我這邊會生聲 如果不是你撞聲 是的 好 好 你先放音樂 可以不用音樂 不用音樂 不用音樂 好 好啊 現在我們打了 是古典晨識太多拳的 孤架 一至十五式 那麼呢 萬打 讓他們慢慢傳統 怎麼去填白 時間都不是很長的 是 大家感受一下 大家看一下 每一個手法都有一個角度 有一個倒數的 保持傳統的那種的手法 到時候他們一會兒會示範他們每一式的那種的 形容 正確的做法和不正確的做法 六風四幣 一會兒我會說 看著它單邊 我們看一下那個左右旋轉 我們 有一個好處 的 我們 我們 一個 看到 我們 我們 有一個 發 我們 邪陷 下厚兩次跟手是邪陷 邪陷也是陳述太貴犬的一個特色 很多以前做的身體有些人會邪陷 一定要保持身體忠正 科修 第二次 慢慢打過一點 這個場地不是太闊 所以有些動作我們會鬥著來做 還有鬥著鏡頭 讓大家看 這是一個基本的 這個就是一致地十五式的一種練習 一會兒我們會細緻再長解每一個動作 練用的動作 好嗎? 一會兒我們會示範 每一次打二次才慢慢打 好嗎? 先讓他們打 一個養生的動作 好嗎? 我們放麥克風 我們放音樂 好啊 這裡放應該可以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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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會用手 你做 你做 你做動作 起飾 那一下 起飾 就是一個工房意識的 還有一起飾 這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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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動作不同的 這個呢 就跟現在 現在 在網上比較流行的一個 這個動作 陳昔那個有散打 就是那個散手 是其中一個關工戒帶 其實呢 我們傳統的時候已經有的了 如果在我們中司 陳昇飛的公司 當時是把散手 三十六散手傳到陳卡溝 那就是其中一個 一個軟的動作 這個動作原來才放下去 然後就起 然後轉過來 繼續做 這個動作 為什麼這個動作 為什麼這個動作在這裡呢 不是直接過去的呢 有些人說是低一點的 其實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 就是一個擋 這邊就是打的 就是一個打的 這邊就是插的 所以一起手 就會這樣插起來 這個動作 這樣插上去的 比如說我手插上去 可以插這邊打的 這個呢 這是一個公共儀式的動作 來的 這樣的 那麼呢 還有那個斜行 你做一個斜行 就是那個斜行 是的 是的 斜行 八個兩次斜行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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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一定要保持中正 就不可以斜身 就是不可以斜身 不可以夾 那個屁股 就不可以做 你拿著 我做 這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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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很多動作 就會造成這樣 這樣做 這樣呢 就失去中正的動作 所以不可以這樣做 就是這樣做 就是這樣做 那 一定呢 一定是 中路是 保持中跨 慢慢移過去中生 先抽上去 先打回去 這樣就保持中正 就很關鍵 還有膝蓋不會移 如果你就這樣打 你就會這樣 很多次就過了 一過了 你膝蓋 那個身體這樣壓 本身就壓到膝蓋 所以我們這樣下 那個力點 就不會在膝蓋 就在那個中間的 膝蓋就不會有事 這個越次越來越好 所以打斜行一定是中正 就是 無論你打身家老家 最好呢 就一定是中正 就是中正 我們剛才說 我們那個 體積 怎麼應用 那斜行又怎麼用呢 那一個用呢 就會 手褲 這個就打了 已經是打了 這樣 這樣 不用用的 在三米 應該都聽到的 三米都聽不到的 OK的 在三米 在這裡就可以了 這些就比較好 就在這裡 一 衝過來 打過來 擋 這個就是一個斜行的 動作 斜行的動作 就是這樣 過來 或者這個位置 也是這樣打過去 如果打不到 怎樣 因為它避開了 打不到 就變成這個手 在這邊 擋了 或者打不到 它避開了 這個就是斜行 就是這個動作 所以這樣 斜行 這個手怎麼會 拋起來 這個向上 還不會這樣 抽 這樣抽是沒有用的 所以這個 現在抽 其實 一拋過去 這個手 就是這樣 這樣 這個是斜行的用法 還有我們的金剛 懶責 很多現在開始 為什麼這個 第一金剛 上步 我們會有這個式 十字 十字拳 很多現在就是這樣 努力 就這樣 就這樣 就沒有了這一下 就會 很多 一 兩下 這樣 我們呢 通過去 從這裡 這個是我慢打的動作 現在我快 會是這樣的 這個是 這個是 擠出去 或者這個 拋下來 這個打出去 所以這個 就是這樣 要打下去 這樣打 不打呢 我們就要 再製作 然後再製作 這樣 打開 打開 變成一個 第二個動作 這個 惹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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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色太疫情的標準動作 標準動作 惹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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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種連發 或者幾種打發 另外說 打 黨 勒 撒 打 勒 打得成權 變成這樣 所以 動作 這個原因 黨 忍將落空 想到 踏之出 踏就出了 所以忍進落空 踏 立即出 這是一個泰國權的術意 為什麼忍進落空呢 就是這樣 忍他出來 或者他打 一出來 我們不可以跟他頂 這是泰國權 一定要繼續向這邊忍進 上馬 這個忍 這個忍 然後就靠 或者我這個忍 這個腳就進 然後打在這裡 所以這個動作呢 然後就不打了 所以就分開來擦打 就是這樣 所以忍進 下 再加上剛才說的那個冷渣營完了之後呢 會有一個動作 就是那個 六峰四季 冷渣營完了正式 六峰四季 就是好像一個推特的動作 搭手 就是一個甲頭了 以前舊字呢 在長生 為什麼想到這隻手去擺這裡呢 踏頂的時候呢 就是這樣了 所以一隻就擦腰 這一隻就擺在這裡 擺在這裡 擺在這裡 沒有機會之勢 是啊 就會有機會之勢 現在一程三個有完的 一數後面 一線 好像很斯文那樣 很斯文那樣 就是了 所以這個就是這樣了 那麼他要推我呢 他要進攻呢 一推 去我的中線 通常他會攻擊我的中線 他不會攻擊這裏 不會攻擊這裏 他一定有我的中線打的 那麼我的射呢 你這樣直射呢 就很難的 為什麼可以動身而動 如果力大力 偏偏偏 我們的手 所以有一個接手的 接手 這個手是接的 所以一擋 誰一出力 這個接手就會這樣下去 所以這個是接手 接手 一擋 一拉 這個叫採 或者是鋁 那還有 如果他在這邊呢 鬆 這個就 所以剛才我們看他的打拼 就有一個動作到這裡 到這裡 走不走不走不走 到這裡 這個就是他們單連 鬆 一鬆 打出去 然後才在這個 所以這個拼呢 我們是會這樣練 他現在出來打 可能 一吞 忍中的空 再出 就是這種打法 那如果他再大力 一推 這個動作 或者是再另一個動作就是裂法 很多 一個練法 一個採 很多 實際太緊了一個 很多動作 表演的動作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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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實際太緊了 實際太緊了 但是 實際太緊了 但是 實際太緊了 實際太緊了 如果他過來 我們一吞 他的肩膀 最多都是這麼長 我們手打開 是沒有用的 是不是 是沒有用的 所以 我們要管 我們的色 全部都是這麼負 剛剛就管治這個 這個手腕 手肘 你如果放在這裏 你的手肘會打開 除非我們是用力才能用的 剛剛另外一個 我們剛剛的練技 推不上這個手 拉過來 一採 就不用 這個勁啊 一採過來 就是這樣 這個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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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走 我們轉 開 盾 盾 我們這個盾 一起領 就不動的 所以一個是不動 一個是動 都才不能動 所以陰陽太極就是這樣 大家太極就一動 一個動的一個不動的 所以它就陰陽 如果同時動的就是陰陽 陽陽就不一樣了 可以這樣一起 就不行了 所以我就一個動一個不動 產生一個螺旋徑 我這個不動 這個就像一個門一樣 所以我就在這裡 我不敢這樣自拒也可以 然後我帶走它 我不是這樣搓的 因為現在通常很多人會這樣才上 如果我這樣上 下去就上不了 那麼我就會在這裡過來 沒有下去的 沒有塵的 鬆過來 然後在這裡塞出去 或者在這裡來 我們一接手 一擠 鬆滑 把它拿 拿低一點 然後才這個擠出去 就不可以這樣 拿到來了 我就上不了了 那麼另外一個 這個勁 我覺得這個手做會這樣的 就不會一起這樣 這麼難做 表現就OK 但是你養生 你說舒展一點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在講技碟 還不可以這樣用 如果我們用力量 用力量 用這個手動 這個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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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動 帶它走 身體這樣住 身體這樣住 它不可以這樣走 它會把整個新的力給我 那我就會吃它了 所以我要用離心的力去做 太極就是把自己練成一個太極圈 把自己練成一個球 太極 那麽有一個年輕 自己連個周身都是手 就是練成的最高境界 就是練成一個圈 那麽我們練成一個圈圈 一條柱 打在那裡卸 打在那裡卸 這個就是我們練拳的 所以爲什麽要走這邊 就不可以過 就不可以走過來 下 這個就是最基本 剛才十五式的動作 那麽還有一個 我們起色 起到之後這裏 拉到這裏 拉到這裏 起 開 上一打 這個側擋 靈 要靈 下層 然後才開過 因爲可以實分明過 一層來 合徑 還不可以在大動作 還要拍 是鎖住他的手 比如說 起色 這邊 就這樣 如果他在這邊起 這邊打 在這邊 如果他打起來 如果他在這裏 起色 這個動作 一尺 這個動作 一尺 這個動作 一尺 打不到 會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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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是鎖 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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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在這裏 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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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不同的方位 做不同的動作 這個就是一個最基本的一種連發 攻防儀式 那你有攻防儀式 你連結就比較有精氣神的 他比較好一點的 那我就暫時講到這個神會式的接觸 一陣間我們袁師傅會再講到其他龍手的怎樣應徵 那現在我們先講一下養生的 講一下養生的 我們有一些女徒弟 那就是你示範我們 因為如果這套傳統體系是難練一些的 時間又長 十二十三色 那我們就為了那些人健康 我們會編了一套 十二十三色 就等他們老 幼 年紀大 男女 他們都能練習 膝蓋有痛 腰有痛 都可以練的 練到傳統的練習 他們就會比較容易健康 那需要音樂嗎? 需要音樂嗎? 不需要音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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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播在這個麥克風旁邊 都應該聽得清楚的 不可以嗎? 都可以播 嘗試播一下 那我們可以播個音樂 讓他們 有些感覺 輕鬆些 對 有些感覺 輕鬆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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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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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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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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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性 感性感性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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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